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番棋是1月7号 在野狐下的一盘往棋 由黑方柯杰 对战白方 高兴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高兴是职业四段女棋手 开局 黑棋搓小木 然后单关跳 手脚 白棋二连金之后 挂脚拆二 黑棋再挂 白棋三肩地夹 黑棋反夹 然后小飞 之后左上也是一个定时的下法 黑棋反班 白棋如果说选择连班的定时 黑棋沾了之后 还有一个拆一的地方 顺便夹攻白棋 这样黑棋还是不错的 实战白棋立 那黑棋胡起来 断打完之后乖打 黑棋大跳 都是非常正常的下法 然后白棋上方跳出 黑棋先刺一下 这个棋是希望白棋单瞻 然后黑棋再跟着跳 这样白棋就更重了 当然这个地方 白棋也有比较灵活的处理 像这种靠压就非常不错 黑棋扳的话 白棋扭断 看黑棋怎么定型 那如果说黑棋先打再贴 那白棋还是非常高兴的 打了之后顶住 那黑棋断打再打 吃白棋再一打 首先上边的这个断 已经补好了 而且外边出头还更加的顺畅 这个是白棋的一个理想图 那扭断的时候 如果说黑棋先从底下打 再打上来再沾 那白棋可以从右边拐打出来 然后黑棋冲白棋看情况是 场一个还是说提掉 反正就会形成一个转身 白棋也不差 因为右上角黑棋被碰伤了 所以说这一手棋 是非常推荐的一手 实战白棋压这个 然后黑棋挡下去 做根据地 白棋再顶一个 黑棋再挺头 白棋再双 但这两手棋的交换 就已经把黑棋两旁边都给撞后了 然后黑棋再一飞 白棋还得再往中间去出头 其实这个地方白棋还是烧亏的 接下来黑棋选择打吃补棋 非常厚实的一手 其实这个地方不补的话 问题应该也不大 AI的推荐是黑棋往右边拆一个 继续扩张 至于左上角 虽然说白棋后续有一个靠段 但黑棋也不虚 可以继续打 白棋要是反打 提掉 分段的话 黑棋外边先手拔花 已经变后了 然后上边也是活棋 黑棋这样一打 再一虎就行了 白棋要是二路半瞻 那黑棋再把这只眼瞪出来 也是两眼活 黑棋完全可以满意 比如说这个棋可以不补 实战补了一手 其实也无所谓 毕竟比较厚 白棋拆个二 然后黑棋底下脱脚 白棋如果说 从这个里边搬 要脚空的话 黑棋就拆一个 再压过来 黑棋右边飞压 然后底下可以继续扩张 因为白棋上边这块不活 比如说以后黑棋 往中间走一走 避着他往两旁边去逃跑 底下还是可以扩张的很大 实战白棋走的是外班 其实这个时候放弃脚空 选择外边的话 还是有点照顾到上边这块鼓起 就以后可能联络更加容易一点 之后这个挡住 然后黑棋搬 就还原成这个点赛三定势了 那既然刚才选择 这个走在边上的话 那现在白棋也不太会去 这个 要脚 要脚的话 黑棋还是这一套 右边飞过来之后再拆 依然是扩张底下 战白棋长 那黑棋爬一个再爬 之后点次 白棋跳出 黑棋再往这个中间走一手 这个棋还是 非常的有想象力 而且确实这个方向非常不错 就一方面呢 瞄着这个底下 马上要继续 这个 在外边走一手 要求白棋补断 一方面呢 是远远的威胁白棋上面 接下来白棋底下逼住 黑棋跳一个 然后白棋立 黑棋直接倒 这个棋多在外边 逼住这么一下 然后白棋顶在挡不一定便宜 因为白棋顶 接下来一扳 黑棋感觉还是会损进来 所以说也没有多余的交换 就直接挡 然后白棋拆回 之后黑棋脚上尖顶 白棋挺头 黑棋二路扳斩 做活 然后白棋左边再拆一个 黑棋右上再拆 白棋再把左边围回来 基本上这个大场也就抢完了 那一直下到这里 其实双方的差距也没有怎么拉开 还是非常平稳的一盘布局 之后黑棋压 因为左边不可能再打入了 直接交换掉 跳一个 白棋贴住 黑棋再跳刺 非常紧凑的一个下方 白棋冲 黑棋倒 因为白棋左边气也紧 所以说像以后 这个黑棋比如说粘之类的 还是有这个先手未到 左边就算是连回了 然后白棋继续往天元 这里出头 黑棋右边点了之后 靠压对付拆二常用的一个手段 就是一方面打消白棋的潜力 一方面自己在发展发展 而且从两旁边把白棋断开 上边这条白棋大龙 还是有点危险 之后白棋往33靠一个 这也是适应手 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不错 就这个里边不管黑棋怎么补 都不可能完全补得干净 就比方说这个黑棋立一个 那白棋里边还有这种点的手段 你要冲下去的话 像这里的扳 扳了之后你反扳 他再一虎 打的话就直接做截 黑棋很麻烦的 冲下来的话 像以后这里冲一段 这个外边还有各种段打打吃 也要把黑棋卷进来 所以说这个棋其实这个 不能完全补好 包括你要是从这压住 那白棋贴回 你在二路小间搜根 白棋往这个脚上一挡 你要是爬进去缩小掩位 白棋向外边这里挖毡 你再爬局部白棋 虽然说不活 但向外边这里的断 断了之后打 然后再把黑棋断开 反正全是味道 所以说这里还是不太好补的 实战黑棋虎在这 那虎这个还是没补好 就将来白棋有这个二路扳 扳完之后黑棋断 然后白棋反打 反打完之后再一顶 还不是从这直接扳过 白棋还有这种断的追求 这样你立下来呢 白棋挡住 你要是打吃这个呢 白棋反打 你再反打提掉 再打吃就做截了 反正是黑棋的空 白棋随便玩 你要是打这个 沾上把脚给吃了 那不管白棋外边是小尖也好 这个靠出也好 黑棋外边最疼皮 就会被白棋给割断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里边还是有棋的 而且AI的意思呢 就是马上动手 不需再等 那实战白棋是选择左边的这个段 黑棋自然是长一个 然后白棋小尖逃跑 黑棋冲完之后再沾 先把自己补补后 顺便紧弃 那这个棋白棋不可能靠断两颗子 不然的话黑棋一拐一段 这个地方出棋了 因为左下还有一个大驰穿下来 所以说白棋贴回 然后黑棋再连回 之后白棋往上跳 然后黑棋也是采用一个 非常简单实用的这个做活 挖一个打驰 再断打再滚包 然后作演 这样黑棋活得非常清楚 然后下一招棋 白棋下了一步这个还手 这个打却是没太看懂 这个棋你要是往中间走的话 还是应该比如说封锁黑棋 顺便缩小他的眼位 像上边这里没什么棋 最多被黑棋打一下而已 他也不可能分断 黑棋自己还有断 所以说这手打完全就是 相当于一个棺子 而且这个时候白棋 还是应该往右上去扳 这个地方手段应该 马上去发动了 那始战白棋断打 降了非常多胜率 一步大还手 然后黑棋左边挖瞻 白棋再补 黑棋打吃 白棋再提 而且这样走着走着 已经帮助黑棋再作演了 这黑棋差不多活了 之后科杰开始 补右边 顶住 白棋立 然后左上再来搜刮一下 靠下去 这个棋还是利用白棋弃井 他不能分断 如果说白棋这样沾 非常投铁的 断开黑棋的话 那左边还有棋 断一个先手 断打再打吃 就吃通了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只有先打 然后坚定连回 黑棋体掉之后 白棋渡过 然后黑棋中间 敞一个 这个棋 白棋其实最好 还是沾 比较厚实 但因为考虑到 右边黑棋有潜力 所以说白棋选择是跳 然后这个黑棋 靠住为控 白棋扳黑棋长 其实就算黑棋右边 三路顶到这一下 外边靠完之后 长到这一下 这个里边还是有棋 还是没不好 就白棋可以直接断上来 这个棋 看黑棋如何抉择 他要是这个拐打在这就算了 那白棋有一个反打 然后黑棋 比如说长一个白棋 再冲过来 这个黑棋是断然不肯的 这样被白棋外边围住还不少 那黑棋走其他的 他也不太好走 比如说他走这个长 那脚上还是有这一半 因为你长这个 他一立 里边有棋 断打的话 白棋还是反打 然后虎一个 这样因为有二路这颗子 马上度过 黑棋要挡下来的话 白棋直接来一个 一路搬沾 就回去了 因为黑棋不敢沾 沾的话被白棋贴死 那黑棋说 这个能不能沾这个呢 沾这个白棋还是搬 然后黑棋断 白棋打吃完之后 黑棋再挡下去 这样白棋是不太好 这样去搬的 因为黑棋冲这个 再打他沾不上 但是白棋可以这样 先在外边压一下 然后黑棋冲 比如说你这样 搬先手组肚 再搬吃这样的壳子 那因为气景 白棋往这一断 黑棋打吃白棋 这一次 你得沾 然后白棋作为 还认货 所以说这个里边 白棋刚才没动手 可以说错过了 这个最好的动手时机 那现在动手的话也不晚 至少可以让双方的这个差距 缩小一点 不过实战白棋 对这儿的这个敏锐度不够 或者说这个算力 还没有算到这一层 他走的是右下这种飞 然后左边这个 缩小眼位 黑棋冲 然后白棋跳一个 其实这个棋 黑棋局部已经活了 所以说AI的建议呢 就是黑棋在右上 把这里挡住 这个就没有任何的 这个后骨之忧了 全部为好 至于中间这一块 白棋虎一个 黑棋拐一个 长一个沾上 都非常有必然性 这样里边 至少可以做成一个直四 火棋 这样是比较稳的 实战黑棋也是 选择在中间跟着走 靠一个 然后白棋沾黑棋顶 接下来白棋 扳到了右上 看到这儿呢 本来以为白棋 似乎发现了什么 但是实战 仅仅是走了一步 这个一路飞 那确实这个地方 就是计算力没跟上 白棋飞这个 被黑棋一打 这个里边 白棋破的实在有限 这样的话 这个差距 就已经无法挽回了 然后接下来 白棋右边拐 这个也是 收关的时候 比较缓的一手 这个棋 还是应该拐底下 这个底下非常大 主要是一手棋 把这儿的味道全部补好了 虽然说黑棋右边有个这个夹 白棋不敢立啊 立的话 黑棋不管是断也好 冲过来也好 这个棋白棋都扛不住 但是你就拐一个就行 这儿损失还是有限的 实战白棋也是惧怕这个二路夹 所以说走的是右边拐 结果被黑棋爬到底下这个 这个是全场最大 然后白棋搬 黑棋一路搬毡 把这个给交换掉 因为你不走 白棋马上就搬毡 也是先手 然后接下来 白棋往中间 长一个 黑棋挡住做活 白棋左边继续补断 接下来 黑棋底下 假一个 那这个棋 白棋也是不可能立下来的 立下来的话 马上遭到黑棋这一段 你再打吃 然后黑棋长 你再打 黑棋这个挺头是一个先手 因为白棋外边 不可能被黑棋给拐出 要不然中间这三颗子 还不活 而且周围的这个潜力都没了 你要是挡住的话 再被黑棋咔嚓一段 这根棍子又直接死 因为棋太紧 像这种挖之类的都不成立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也只有沾 然后黑棋度过 白棋里边刺一下 冲断这一颗子 黑棋挖一个 你要直接断打的话 黑棋就这样吃回去 损失也不大 实战白棋拐一个 然后黑棋沾上 白棋再切断 之后黑棋底下 尖顶 小尖 这个棋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白棋就这样 无脑压过来的话 那黑棋一顶一斑 你还不能顶这个 你顶这个要被黑棋外边 直接打死 你要尝一个 正好黑棋挤过 然后白棋补这个段 黑棋再一沾 这个脚上 味道也全部消除 连脚带边全部围成 所以说白棋也是 看出来这一点 实战选择跳一个 然后黑棋冲 继续掏空 白棋右边打 黑棋底下冲 白棋还不敢搬 搬的话 这一猴 一冲 断打再断打 在一场底下死了 所以说白棋只有这个 成这个 然后黑棋再往前冲 白棋右下角一挤 黑棋长 这样让白棋断不进去 这后白棋小尖 这个地方不要说唯空了 已经被黑棋冲的 马上就要切断了 这后黑棋现在右边 捞一票 尝一个 白棋把这个断一捕 黑棋沾上 中间白棋一冲 这个地方黑棋明点火的 这个点没用 火棋 这后白棋往上猴 然后黑棋并没有理 直接往中间切断 这个地方确实有棋 白棋打了之后 黑棋长 然后白棋再冲 黑棋拐住先手 再冲一个 白棋断 黑棋打了之后 搬这个 这个中间四颗棋 肯定是可以联络的 白棋怎么走都不行 比如说你这样 假过来 黑棋沾 再冲再沾上 因为你冲这个黑棋打 你得沾 黑棋不管是单沾也好 或者说团在这也好 都可以连回 实战白棋提到 然后黑棋小尖联络 这样你底下这条大龙 还得先联络 实战白棋打 然后黑棋来一个 绝杀的这个 里边的这个破眼 藏一个白棋顶 然后黑棋在一起 找到这儿 这个白棋 局部就已经是四棋了 那这个龙被吐掉的话 只能马上认输 那这盘棋的话 这个碾牙局 肯定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 没有任何的意外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白棋 梳棋的原因 一个就是在右上 AI强调的这个白棋 二路斑 当然这个下出来不难 第一手肯定是没什么难度 关键是后边 这一系列的这个组合拳 要能算得出来 如果说能早点把这定型的话 那双方 还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这个是右上角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就是在中间这手打持 刚才讲的是一个大还手 这个无棋自补 那就相当于一个关子 这个是第二个地方 第三个地方 当然跟胜负无关 就是底下收关的时候 应该往二路拐 右边的这个夹不是很大 实战我们可以看到 你走右边 被黑棋二路爬完之后 再夹进来 你又不敢立 然后再被黑棋渡过 再来一个小劫 你又不敢倒 然后这个白棋 只能自己顾着逃跑 最终被黑棋从中间直接断开 然后导致这个大龙的阵亡 其实这个都是 一连串非常相关的一个原因 好 那推翻棋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